所以呢 我就需要很多的尿袋 大家好 我是K小編 好久不見 年底快要到了 就是呢 到年底的時候 就會有非常多的 我不知道 聖誕節 萬聖節 很多活動 感恩節其實也有啦 但是其實不關我們的事吧 只是找個機會而已 然後呢 就是派對很多的時候 首先你必須要擔心的是 就是有沒有受邀啦 就是還蠻常就是被排擠的吧 跟別人沒有話講 沒有話講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呢 就是有時候呢 你可以利用你自己身上 帶了一些小東西來創造話題 像我個人呢 就是 就是話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其實我還是靠了很多小東西 就是在輔助我 就是現在拉派對 一定會不離身的就是你的手機嘛 你的手機不停的在用的時候 就會耗什麼呢 耗電 而且又不是每個人都已經換新手機 像我現在就是很寒酸的 還沒有換新手機 所以呢 我就需要很多的 也就是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呢 我有很多個 而且每一個都非常的可愛 你看他們就是每一個都長得不一樣 除此之外呢 可能還有一些可以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用的小東西 比方說我個人就是前一陣子在 買東西的時候 電源的小姐送給我這個戒指 要不要關燈一下 我讓他炫耀一下 我這戒指有多炫 這個戒指呢 本身就是 是一個小骷髏頭啦 因為就是應該是萬聖節期間 人家送給我 而且打開之後 他會不停的亮燈 非常無聊 但是如果遇到朋友 有小朋友的時候呢 就非常方便 因為拿這種白癡東西 就可以立刻打發掉他 沒錯 我想店員也是想要這樣子打發我 好 給我記住 那除了這種就是 吸引目光的小東西之外呢 像我個人呢 就是還是會帶一些食物 我剛剛本來是要帶軟湯的那個 比較時髦 但是真實的狀態下 就是你會帶一個御飯糰 就是在你真的肚子很餓的時候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帶這麼多東西 去你的派對的話 你需要的就是一個 能裝又時髦的包包 你說這個顏色 是不是與我今天非常的配 雖然我今天穿了一個很低能的襪子 但是還是非常的配 我本人的優雅氣質 這個包包看起來 它就是軟軟的 然後看起來好像很 就是不怎麼樣小小的 不起眼 但是其實它非常的能裝 好你看我現在放的東西已經夠多了吧 是不是很神奇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包包 那我剛剛這個非常能夠裝的包包呢 它其實就是來自於義大利品牌的 Bottega Veneta 就是大家其實平常都簡稱於BV 或者是老人可能會講成BV 那一個那個品牌 這個牌子在今年3 就是3月春夏的時候才出的 然後它瞬間就是在 就是時裝週的時候造成洗版 大家都很迷戀這個包包 然後它還有一個最有名的就是愛用者 就是玩命光頭 傑森史塔森的老婆 Rosey Hunting 她本身是一個英國的名模 然後她個人非常喜歡就是這個包包 然後常常在她自己的IG 分享她自己用這個包包 然後穿各種不同的造型的搭配 我覺得是蠻有參考價值的 那這個包包呢 其實它看起來非常簡單 但是它就是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拿法 就是呢這個包包呢 你要首先你是可以這樣子抓著它 然後就是避免你真的被搶 就是你這樣子抓著它的時候 就是首先這樣是一個拿法 或者是你可以這樣子 有點像是抱著它的感覺 這樣子抱在你的身邊這樣子 感覺比較安全 感覺有點像是睡衣派對很適合嗎 就是抱一個枕頭的感覺 然後除此之外呢 現在也是有人把它這個 就是下面掐得很緊 就是你東西裡面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樣子拿 就是它的造型會更加的明顯 看起來比較有特色 然後也是有人就是直接 就是夾在腋下裡面 就是有點像是 真的真的抱著一個枕頭出去的感覺 就是雖然它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是能夠為你的造型 就是很有加分 一個包包 那我們今天主角這個The Pouch包 其實是來自於就是BV新任的創意總監 Daniel Lee的作品 那它其實是2018年才到這個品牌來 2019年的春夏等於是它的第一季作品 然後它就推出了這個包包 然後這個軟軟的造型 因為包太紅了 所以它就是在明年2020年的早春 其實它又推出了就是類似的款式 就是加上了這個肩背的背帶 你看它就是如果遮掉這個肩背背帶的話 其實跟 其實跟它是長得很接近的 就是它沿用它原本的外型 那這個包包的名字 就只是也只是加上肩背 shoulder pouch 有沒有shoulder pouch 名字是很接近 它的背法就是很明確 用肩膀背 那它這個圓圓的外型呢 就是也有在網路上有很多很可愛的密稱 比方說水餃包啊 雲朵包啊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跟小籠包的那個上面那個 皺子也是蠻接近的 在每一個夢醒時分 那事實上呢 就是又到了夢醒的時刻 就是要面對現實的時候 就是現在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它們兩個的價錢 就是呢 首先就是這個比較小一點點的基本款 這個包包呢 你跟我的錢幣差不多長 它的售價呢 是85900元 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放在心上就好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 肩背的款式呢 要猜一下它的價錢嗎 我覺得應該是不用啦 因為你看得出來 就是它的料油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價格也是會再貴一點點 它是118800元 給大家參考 明天要繼續努力上班哦 然後呢 先來回答 那我們要來的 我們要去做 那一位 我們要去做 就是我們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